随着春季入伍新兵抵达军营的时间不断临近 帮助新兵描绘好军旅人生路的重担 就落在了新训干部古干这个第一领路人的肩上 在新疆塔城军分区某边防团 五十余名优秀带兵古干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生活 通过古干之间谈经验传帮带等形式 推进进训期间新训古干思想转变 着力纠改以往存在的老一套带兵思想 为下一步新兵入营更好实现两个转变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是我第三次带新兵 每次带新兵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我会将以往的带兵经验与战友们进行分享与交流 不断探索新的带兵模式 与此同时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经过层层选拔 挑选新训干部骨干展开为期九天的集训工作 主要对教育管理基础科目训练 组训技能训练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四项内容进行学习培训 新训干部骨干是新兵迈入军营第一领路人 组织此次集训是对新训干部骨干回炉重塑 提升自我的过程 全面提升第一带病人的综合素质 为新训工作顺利展开鉴定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